大家好,这里是全球新闻 明镜电视在全球各地的主播 为您联合播报今天要闻 明镜电视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媒体集团 正在全球各地招聘专业的媒体人才 欢迎大家收看全球新闻 敬请大家订阅、点赞 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1年6月21日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马上带你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日本作家二稿毛泽东 被中国网民他罚 有中国网民就发现 日本钢资链金素师 作者荒川红 2005年前就作《雷电18号》 仪式将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化成僵尸 中国网友纷纷他罚荒川红 并要求道歉 为其至今没有最近回应 当时荒川红在雷电18号第三话中 仪式将毛泽东化成僵尸 头上还贴着 次令厕所在哪里辅咒 那讽刺中国厕所难找 尽管作品中为名言是毛泽东 但指出是日本人的毛泽东 近日此次在中国网络发酵 被中国网民指为辱华 而荒川红上周市 在漫画杂志月刊Sunday Genie X 刊登的最新访堂中就透露 当时画第三画时 刚自恋金素师 在那个国家盗版猖獗 他为此感到很困扰 他很想画个让那个国家不敢出 也出不了盗版的作品 中国网友就纷纷出针 荒窗红 那正版也别想卖了 这不是你侮辱伟人的理由 滚吧 那这防盗思路真的没见过 换个焦点 伊朗新政府向俄中靠拢继续反美 莱希被誉为最极端总统 那伊朗总统大选 一如预期由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和伊朗革命卫队信赖的莱希当选 新政府施政料将遭遇娇小的阻碍 但分析就认为 哈梅内伊的反美意识形态 基调会使德黑兰继续往 俄罗斯和中国靠拢 那伊朗首席何唐判代表阿拉克奇 昨日表示 伊朗与六强国 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 与美国就恢复2015年 伊朗核协议举行的谈判会议 当日休会 谈判代表返回各自国家资商 那因散存的起见 那无法轻易克服 普林斯顿大学 中东安全与核政策专家 承认伊朗核谈判代表团发言人的 穆萨维安就表示 现任总统鲁哈尼代表的 温和改革派 采取对西方建设性交往做法 曾促成坎称最全面性禁止 和扩散条约的核协议 但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不明知的退出核协议 并且恢复对伊朗经济制裁 那导致鲁哈尼的做法 遭到严重的质疑 大多数的伊朗民众 现在认为与西方对话 尤其是跟美国对话 注定会失败收场 那美国田纳西大学 查塔努亚分校政治学系 助理教授戈尔卡撰文就说 在外交政策上 伊朗新的伊斯兰主义政府 将自立实践 诸如提升区域影响力 透过支持武装团队 向其他国家输出 伊斯兰革命等共和国长期目标 与其同时 反美是伊朗政权 和最高领袖意识形态的核心 因此哈梅内伊之籍的新政府 很可能会继续跟华府 及其盟友对抗 向俄罗斯和中国靠拢 并且与非洲和南美国家 建立更良好的关系 那莱西当选总统后 以色列批评他是伊朗一来 最极端的总统 并致力于快速推动 德黑兰的核子计划 美国指伊朗人无法以一个自由且公平的选举过程 参与总统选举 美方感到遗憾 那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及伊斯兰圣战组织 则欢迎莱西当选 那今次的选举投票率 接近49% 是历来最低 莱西得票率近6成2 他被指在上世纪80年代 参与集体处决 大批政治犯 上台后将成为所谓被美国制裁的在位伊朗总统 缅甸军政府赴俄罗斯出席国际安全会议 那缅甸军方控制的电视台MLTV周日就报道 军政府领袖明昂来已出发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那准备出席周二至周四 22至24日举行的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 那是他自今年2月发动军事政变后 第二个外访行程 对上一次是到印尼出席东盟紧急峰会 自2月1日政变以后 外媒开始关注俄罗斯为缅甸军方提供的军事援助和武器供应 另外缅甸军政府外交部上周六发声明指出 反驳联合国大会之前一天通过 呼吁成员国阻止军火流入缅甸的决议案 强调决议案无约束力 只是基于偏向一边的一面倒指控和虚假设想 又强调在大会代表缅甸投票的绝莫吞 已被撤去驻联合国大使一职 该决议案在中俄和部分东盟成员国弃权下 以119票赞成对一票反对或通过 阿富汗冲突升级 阿富汗总统周五到白宫会晤拜登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本周五25日 将在白宫接见阿富汗总统加尼 和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普杜拉 讨论驻阿美军在阿富汗军方和塔利班的暴力升级之际的撤军问题 这是自9月11日 美国和北约部队从阿富汗撤出之前 美阿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晤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周日表示 拜登将向他们保证美国将在外交、经济和人道主义方面向阿富汗提供支持 他说在军事撤离继续之时 加尼总统和阿普杜拉的访问将突出美国和阿富汗之间的持久伙伴关系 普萨基就强调 华盛顿继续全力以赴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 并鼓励阿富汗各方有意义的参与与结束冲突的谈判 然而加尼的办公室没有立即对此次的访问发表评论 5月1日正式开始的外国军队撤军行动 导致阿富汗安全部队和塔利班叛乱分子之间的战斗空前升级 给美国斡旋的阿富汗对手之间的缓和和平谈判带来新的打击 最近几周叛乱分子占领了几十个新的地区 据说双方都遭受了重大伤亡 阿富汗平民继续在阿富汗残情战争中首当其冲 泰国开放大麻市场政商名人分一杯羹 泰国商务部商贸发展厅透露 自卫生部于2020年12月15日起实施第五类毒品名单规定 将大麻和火麻中的部分物质撤出毒品名单 未列入毒品名单的部分可被用于医学、科研、保健产品生产、烹饪、治疗 如叶子、脂、干、根、皮、树干和纤维 该政策成颁布后有许多人前来向申请注册公司 以经营大麻生意 其中就包括了众多的知名商人和地方政界人士等等 据悉2021年1月至5月期间 有80余家大麻火麻业务类公司申请注册 其中大部分企业称将进行生产加工、制作分销 进出口粽子和大麻提取物 大麻火、火麻研究 大麻和火麻物种检测系统设计 咨询服务、提取物生产 大麻和火麻知系物种进出口等等 菲律宾数码游牧族疫情下工作新族群 37岁的玛丽安诺 在受困新冠疫情严重冲击的马尼拉逗留市归业后 逃离菲律宾首都前往海滩工作 加入一群日益庞大的数码游牧族群 协助受重创的观光业勉强存活 去年新冠疫情爆发至今 外国游客入境菲律宾的禁令及国内旅游限制 以迫使许多旅游业公司关闭 使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流失 拥挤的马尼拉有许多的数码工作者 担心新冠疫情且受购封锁以及限制措施 正逃往人烟稀少的热门自然景点工作 会仰赖外来游客的社区 易住急需的金钱 自由撰稿作家兼通讯专家 玛丽安诺和男友在住所以北数小时车程外的 冲浪小镇圣湖安市 租了一个海景公寓 她拿着手提电脑坐在公寓洋台上表示 这项决定让生活品质有明显的改善 接近海洋 接近自然 让人赔偿的平静 玛丽安诺就说 当我在开会时通常是透过Zoom或Google Meet 我试着不要将海滩当作我的背景 我只向大家展示我的墙壁 这样他们就不会讨厌我 没有官方数据显示有多少人正在菲律宾 美如明信片般的海滩和潜水圣地摇距工作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只是以往涌向菲律宾海岸数百万游客的一小部分 根据世界旅游观光协会数据 新冠疫情的旅游限制对观光业冲击省据 经济损失达370亿美元 预200万人失业 印度10月前或爆发第三波疫情 印度周日新增58419起新冠确诊病例 这是近三个月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的最低值 一项调查就显示 大多数的医学专家认为 印度将在10月之前爆发第三波新冠疫情 自印度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上升至2,990万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8万例 截至20日单日新增死亡病例为1576例 尽管印度新增确诊病例呈现下降趋势 但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 施瓦米·纳坦就表示 最初在印度发现的Delta变种病毒 已经成为全球主要流行的变种病毒株 且该病毒持续突变 数据显示Delta变种病毒株已传播至超过80个国家 印度时报就报道 全印的医学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古莱里亚警告 如果人们不遵守防疫行为准则 印度可能在未来6至8周出现第三波新冠疫情 根据一项调查 大多数的医学专家认为 印度将在10月之前爆发第三波的疫情 目前为止 印度符合疫苗接种条件的9.5亿人口中 只有约5%完成了全剂量疫苗接种 古莱里亚就强调 如果新冠确诊病例大幅增加 印度需要实施更严格的监控 和特定区域的封锁措施 不过他表示 即使确诊病例激增 也没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锁 因为这可能会影响经济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jinnews.com 推特atminjinnews 脸书facebook.com 宜如赵特监